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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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继续公布《宁言经修学法要》 我们先来念佛 这个《宁言经修学法要》是静界法师用国语来说的 我们看着法师的广告把它翻成广东话 今天播到第25讲 请一起收听吧 所以我们的心灵力量永远都是居于主动的地位 这个就是印光大师所说的 我们今天在念佛的时候 你释放出一分的力量 佛陀就给你一分的感应 你释放出三分的力量 佛陀就给你三分的感应 如果你是释放出十分的力量 佛陀就给你十分的感应 所以在当中我们就知道一件事 你念佛问题不是说你念了多少佛 而是你在意念佛陀的一个明了的心 与佛号接触的时候 你产生多大的力量 就产生多大的回应 所以如何加强我们心灵的力量 就变成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当然我们内心的力量 在这个灵严经来说 是有两种区别 一种是从真实的心所发出的力量 一种是从虚妄的心所发出的力量 什么叫真实的心呢? 它的内涵就叫做 离一切上即一切法 一个人进入真如三昧的时候 他心中是没有上状的 古人说 所谓的能所相亡 诸相颇得是没有对立 也没有相状的 他也不是习染相 但是他也不是清淨相 所以说离一切相 或者说清淨本然周遍法界 离一切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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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自慰这个公德之法 他有那种强大的能量 所以他随时可以出现 在习染相 和现出清淨相 所谓的普门示现 所以一个人将心带回家之后 他本身是没有上状的 但是他是随缘可以显现任何上状 这种力量是特别强大 但是不幸的是 我们现在不是安住在真实的力量 我们现在凡夫是什么力量 就是一种虚妄的力量 什么叫做虚妄的力量呢? 就是我们那一念心 和外景接触的时候 我们内心有五种相貌会出现 过去的业力 有这个色、受、想、行、色 这五种相貌 在心中同时间显然出来 我们和每一个人 或者和每一个事情接触的时候 是有一个色尘的相貌 这个色尘包括色、声、香、味、触发六尘 腹腹大的 他就会显现安乐美妙的色尘 如果腹腹差一点 他就会显现一种苦老、卑贱的色尘 接下来的就是说到感受 快乐痛苦的感受 第三个就是想象 这个其实都没错的 因为我们的心和外景接触的时候 这个叫做秦业发现 我们的心 只是如实地把我们过去的善恶业力 把它显现出来 就是这样 过去做的业今生表现出来 而是自作自受 没有问题 那问题就出在哪里呢 就出在我们的心和色尘接触的时候 和感觉接触的时候 和心中想象接触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住在这里了 那就麻烦了 整个因缘 就是一念荒动 就乌云遮了 变了风云变色 我们强大的真实力量 就全部都消失了 为什么会消失呢 因为我们就住在我们的感觉 住在我们想象 所以就消失了这个强大的真实力量 我再说一次 我们的感觉是没错的 没错 我们打很多妄想 也没错 阿拉耶色是如实地把它显现出来的 你是有这些种子 一遇到外缘显现 我们说这个种子就在现行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就住在这个境上 住在上面的时候 我们就叫做颠倒了 我们错误的开始 就是当我们的心 将我们的五音现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它是唯息所现 是没错的 但是唯息所住这个地方 就很多生死的问题就产生出来了 在经典上面说 我们的心 住在我们的感觉 住在我们的想象 它是有两种过失 第一种 你经常喜欢住在心中感觉和妄想 心的力量就会变得很狭隘 我们住在某一种上状 就好像我们去追求一个水泊 结果 为了这个水泊 我们就失去广大的大海 在这里 我们就看到 为什么我们去念大悲咒的时候 我们所得到的感应 其实是微乎其微 你们看一下经文讲 观世音菩萨念大悲咒的时候 就产生这么大的力量 同样都是法力不可思议 为什么不同的心去接触大悲咒的时候 效果是不同的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心 心有千千结 我们住在很多很多的相上面 结果我们本来具足强大的力量 就消失了 所以祖师告诉我们 叫我们把心带回家 就是要见相离相 因为我们住在相状 就使得我们的心灵变成非常合小 所以一个人对相越执着的人 他的心量肯定是越小 他今生的成就就越少 不管你做多少功课 每天多少订货 因为你所做的功课 都是心力嘛 第二个 你经常喜欢住在 心中的感觉和妄想 你的心变成非常脆弱 为什么呢 因为感觉和妄想 是不断地变化 所以你经常会觉得 心不安 所谓弟子心不安 你看 我们很多念佛的人 你问一下他 他有没有把握往生呢? 没有多少个说得出来的 佛力就是现成在这里 所谓佛力不可思议 这部分是佛菩萨已经准备好 来接你 是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 这个已经整个摄持在一句佛号当中 这个地方是没有问题的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把握 没有把握将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 全部将它开显出来呢? 因为我们的心力太薄弱了 就是我们住在一个相上面 我们会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 当我们临命中的时候 因为你的心中有所住 这种攀缘心 要假借爱缘而有 你就要假设你临命中的时候 没有人干扰你 你要假设你心中的烦恼 不要来刺激你 你要假设你临命中的时候 不发生任何状况 你还要假设临命中的时候 善知识的现前跟你开道安慰 所以我们用生灭的攀缘心来念佛 你要达到临终正念 你必须要很多很多条件的举足 而每一个条件你都没有把握 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 你完全不是操之在我 而我们修学了守灵严经三回以后 我们会告诉我们自己听 临终的正念是我自己作主的 因为你开始学着勉强自己 去离开自己的感觉 去离开自己的妄想 就是把心带回家 你慢慢知道 原来你真实的力量是可以 不与一切万发为伴侣的 这件事情你是做得到的 就好像一些祖师说 不理你房外面 风吹雨打也好 你的房里面都是安然无恙的 所以修守灵严王三回 最大的特点就是 你可以成就平时的自在 平时的正念 你也可以得到临终的自在 正念 因为很多外在的环境 是你没有办法去决定的 但是你可以决定 你可以决定 你要不要住在上面 外景要显现什么的因缘 这个叫做万般街市叶半点不由人 但是这个叶显现的时候 你要不要住在上面 这个是你自己决定 可以操之在握 所以灵严经 它整个的思考模式只有一个 就是将心带回家 你不要去攀缘外在的色塵 不要去攀缘你内在的感受和你的想法 这个对你是没有好处 会将你的心量搞到很合藝 会使你所收的功德不圆满 会将你内心搞到很不安定 相反过来 我们安住在一念心性 这个是常乐我静 所以回家是好的 总之 整部的灵严经主要就是告诉我们 反网归真 将一个虚妄在外面攀缘的心 带回到我们真实的心 接着看经文 柯难 如今欲令 见闻各知 远契如来 常乐我静 应当先摘生死根本 依不生灭 圆暂性成 以暂算其虚妄滅生 復还圆国 得圆明国 无生滅性 为因地心 然后完成果地修正 这段经文就是佛陀在前面七处破网十番显见 乃至说到二决定义的第一决定义 发菩提心后佛陀先做一个总结的劝修 这里说到我们整个反网归真的过程有两个刺帝 第一个是简扎 你要知道去选择 简别虚妄选择安住真如 你就要做一个真网简别和选择 经文佛陀是这样说的 你现在想要依止你一个凡夫的见闻觉知 当然这个见闻觉知没有什么错 我们修行当然是要靠见闻觉知 你要靠见去圆佛像 要靠闻的功能去听音声 听凡拜 听佛的讲法 乃至在第六意识的了知 我们依止见闻寿常觉知 来修学一切的法门 我们的目的是做什么呢? 我们是要想能够契合如来的常乐我静的大玻璃盘 也就是说你学佛的目的 不只是追求人天的生灭果宝 而是追求一种圆满的佛果菩提 那怎么办呢? 你首先要简别 这个简别就是有远离的意思 你要远离生死的根本 什么叫做生死的根本呢? 这个就是攀缘心 就是说心有所住 你必须先要医子不生灭心才能够圆满 不生灭的圆满 因暂然这个心性才能够成就 所以首先你要先医子不生灭心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当我们将心带回家之后 要做些什么事呢? 就是以暂旋其虚妄灭生 这个暂就是暂然不动 以此暂然不生灭的一个心性来旋转 这个关键在一个旋字 当我们将心带回家的时候 不是说大事已办 妄想它是不断地干扰你 所以开始的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要去调伏 前面是说安住真语 这个地方是叫你调伏妄想 灵验经讲调伏 是讲旋转 这个旋转就是转式成字 就是把妄想转成真语 使令这个生灭虚妄的心不再生起 恢复我们本有的清静觉性 才能够成就本来的光明 本来各五的不生灭心 然后以此来当作我们的因地的发心 才能够完成不生灭的果地功德 古德在解释这段文的时候 他提出两个字的重点 第一个就是医字 第二个是船字 第一个医 首先是你要医子 医子不生灭心来到修学 第二个旋 你是要能够旋转妄想 将这个妄想转成真语 医子不生灭心来到转妄想 要知道我们的修学过程当中 你的因地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 说清楚一些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烦恼 但是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对峙烦恼呢 这个影响到你未来的果正 第一呢 如果你用对立的方式 当烦恼现前的时候 就用很强烈的方式将它断灭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就是声闻人的对峙方法 是偏空的思想 第二 大成的思想是认为 要达网本空知真本由 妄想只是一念心颠倒而变成妄想 妄想不是给你去断的 妄想是你要去感化它的 所以灵严经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进入你内心的世界 先找到你的真实的真语 然后坐下跟你自己的妄想沟通 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个转式成字 这个是转字 而不是断字 大成佛法的妄想 烦恼是用沟通方式来转变它 因为它的本性是清静的 它只不过是一念的妄动 产生一种虚妄的假想意义 就好像水泡一样 水泡你可以把它变成水的 水泡它的湿性是没有遗失的 所以这个地方要清楚 你面对烦恼的方式是用什么的态度 这个态度会影响你未来的总性 古德说 声闻人在断烦恼的时候 就是错选菩提 他用很激烈的方式来消灭烦恼 结果他的菩提心就发不起来了 因为烦恼的性就等于是真语的性 错选菩提嘛 所以你看阿罗汉收到最后 是想受灭无遗 在这个定里面 没有领立或者想象的作用和心上 他是没有感觉 他没有想法 那这个人 那就是和一个无情的众生一样 但是我们看佛陀成佛以后 他是无量的大碑 就是月影千光 百戒作佛 他是到十方世界去做种种的示言 因为佛陀在断烦恼的时候 没有伤害到他明了的觉性 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 你在断烦恼的时候千万不要造成后遗症 我们有病 我们应该吃药 但是这个药将病治好之后 就不能够伤到你身体的元气 所以你的善考就变得很重要了 学佛一定是要断烦恼 问题你是用什么方式 我希望我们大乘的佛弟子 眼光要放软一点 你不要只是去断烦恼 你的目的是要成佛 所以你在断烦恼的时候 你就要保存他的觉性 这样就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现在讲一个方法 我们现在讲到最圆满 速度最快 又没有后遗症的方法 大家留意听 首先 就是你先将心带回家 我们上面讲过 遇到烦恼活动的时候 发脾气的时候 或者你的贪烦恼在干扰你的时候 你不是提佛号 而是先安住一念的心性 你告诉你自己 我本来没有烦恼 只不过是一个因缘的假想 在移动 安住在一念心性的时候 然后再提起你的佛号 然后用止观的方式 来与烦恼去沟通 如何沟通呢 就在这里这样说 这个是虚妄的 这个只是过去的一念妄动 这个是一个过失的伤 你不断不断地用佛法 来与烦恼沟通 这个妄想自然就会消灭的了 因为妄想是不真实的 所以当我们这样来断烦恼以后 这个叫做什么 佛法就说了 就是恢复本来的面目 恢复你原来的觉性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整个过程 就是当然安住调伏 以下的经文 佛陀说出一个生活上容易了解的譬如 请看经文 余情续水 处于静气 静心不动 沙土自尋 清水现前 命为初伏客陈烦恼 去泥纯水 命为永断根本无名 明相精纯 一切辨言 不为烦恼 皆合涅槃 清淨 妙德 那么这两段的内容 就是先讲一个譬语 佛陀就譬语 好似情族的水 处于静气 这个情是当动词用 我们想要去澄清一个污浊的水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心本来清淨 这个水本来就没有任何的相撞 但是无缘无故 不知怎样 不知哪个 就把泥土掉到水里面 这个水就开始污浊了 清淨的水和泥巴混在一起 当中有清淨的水也有泥巴 两个一起存在 但是我们对泥巴开始要厌离 我们希望把心带回家 我们希望安住清淨的水 那怎么办呢 经那里说 处于静气 那你就把这个有泥的水 不要动它 我们早前说过 就是不迷不取不动 你将这些有泥的水 放在一个直净不动的气命上面 等它放一轮 放得久了之后 静心不动 沙土自沉 清水延前 你将它沉淨的力量 慢慢地深沉 让它慢慢的水不动 时间久了 这个沉土自然就沉淀下来 那么清淨的水自然就显现出来了 这个状况 我们叫它调伏 嚇沉烦恼 佛陀所说的这个方式 对于妄想 是用沉淀的方式 让它自己去沉淀 你又不用去断妄想 因为妄想是没有实体的 那么你等它沉淀下来 黎言经修学法谣 广东话翻译部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 我们非常感谢静介法师 我们愿意电台播法学的功德 回向世界和平 一切众生 业障消除 尼虎得乐 也都回向各位听众朋友 身体健康 福为增长 好多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一个节目时间 和大家在这里再见面 拜拜 儿团结到・・・ 小明星 hunting 有merly Loop relacion 好多你 让我 外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